家中常用的洗衣机为何会变成了害人的绞肉机 按动这个操作按钮以后 就把小孩在里面脚直吸了 家应该是孩子的安全乐园 可为什么处处都是危险 不单单是这些东西 我们家里常用一些电气 在不经意间 我们的家里到底为孩子埋下了多少安全隐患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儿童锁能锁住安全吗 随着科技的发展 各种现代化的家电也是应运而生 这些家电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但同时也为儿童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今天北京儿童医院的王主任 将随我们一起进入居民家中 帮助大家排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王强 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 特级专家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需要从事儿童急症创伤的治疗及研究工作 王主任 你看是这样 像平常我怕孩子在家想把他磕着碰着什么的 我把有危险的东西放在柜子里 然后工具还有危险的玩意儿 你看这样可以吗 实际上小孩受伤的尖锐的物品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把这些尖锐的物品还有一些包括吃的药 搁到柜子里边 但小孩够不到 是挺好的一个 当然小孩受伤不单单是这些东西 包括家里常用的一些电器 可能也会对孩子早上伤害 包括咱们原来也听说过像提鸡 提鸡这个小孩好玩 尤其家里几个小孩一块玩的时候 有人藏到里边 听说过吧 听说过 按动操作按键以后 就把小孩在里边脚窒息了 就出现这个小孩就被绞死了 这是很危险的 王主任所说的话并非是危言所听 就在前不久 江西省的一对小姐妹 就因为爬进了洗衣机 而发生了被绞死的惩剧 事情发生在2013年9月21日下午1点多 在江西省南昌市的一户家庭里 有一对年幼的小姐妹在家里玩耍时 不幸爬进了洗衣机被绞死 据孩子的亲人介绍 孩子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 爸爸在房间里听歌 两个孩子在阳台上玩耍 等到吃饭的时候 却不见女儿的身影 焦急的父亲 却突然发现洗衣机的灯亮着 她下意识打开盖子 才看见被绞得血肉模糊的女儿 两姐妹被洗衣机绞死的新闻一播出 几乎震惊了所有人 同时也将家用电器与儿童安全问题 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据调查 当前危险高发的洗衣机 主要集中在两种款式上 一种是双缸洗衣机 另一种是波伦式洗衣机 这两种洗衣机的高度 一般都会高于两三岁的孩子 孩子可以借助外力爬进洗衣机 但却无法自己从桶内爬出来 而且我们发现 很多家庭中所使用的双缸式或波伦洗衣机 无论它们是洗涤状态 还是非工作状态时 洗衣机盖都可以随意打开 那么这就为儿童埋下了安全隐患 那么当我们在洗衣服时 由于洗衣机里会注满水 所以很多小孩子 可能会喜欢站在椅子上 伸手捞水玩 这时一旦不小心翻进洗涤桶里 很可能就会发生溺水的危险 所以洗衣机盖 就成为了保护儿童的第一道安全所 王主任提醒我们 洗衣机很可能会成为孩子玩耍的对象 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看护外 我们在购买洗衣机时 更要注重产品功能的全面性 经过一系列洗衣机与儿童安全事件的报道 很多洗衣机品牌为了赢得顾客青睐 纷纷推出了带有儿童锁功能的洗衣机 一时间 同锁功能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购买的首选条件 现在顾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 他主要关注的是省水省电 锁在大家的认识中应该是一种用来将东西封锁的工具 比如将门或抽屉锁住 防止打开 这样可以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 那么这洗衣机上的儿童锁是否也能起到这种作用呢 这种锁能保证孩子的安全吗 其实这款洗衣机每一个洗衣机都有它童锁功能 操作起来特别简单 只需要开个电源选择咱们要的程序 先按启动 启动电源后 然后在同时两个键按住功能键和程序键 它童锁在两秒钟之内就会自动启动 显示一个小人头 现在咱们童锁装置就启动了 正常的波轮洗衣机 它的童锁装置要比滚桶要简单一点 当我们取放好衣服 关上门子的时候 也是需要按一下启动键 同时按住预约键和程序键 两个键也是在两秒钟之内 我们童锁装置自动启动 再按任何一个程序 这个锁程序键都是不管用的这个程序键 是什么让洗衣机成为了危险的导火锁 儿童锁的设定与洗衣机盖的开启又有何关联 这种童锁的设定能否给孩子带来安全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所以说真正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儿童锁的主要针对于洗衣机程序不被破坏 在洗衣服的时候呢 小孩子也许会感到好奇 所以他很可能会伸手去按洗衣机上的按键 那么这样就容易破坏洗衣机程序 而开启儿童锁功能以后呢 其他所有的按键都会失效 只有在解锁后按键才可能正常使用 由此可见 洗衣机儿童锁的设定主要针对于洗衣程序不被破坏 并不能以此来控制洗衣机盖打开 那么这样的儿童安全锁能否给孩子带来安全 每种洗衣机上设有的安全锁都不同 比如滚筒洗衣机 只要洗衣机开始运行 那么无论大人小孩都无法将洗衣机门打开 必须要等到关闭程序后 等待几秒钟才可以开启洗衣机门 这样对于儿童来说就算得上是一种保护 看来洗衣机上虽然带有儿童锁功能 但是在作用上却有很大差异 只有价位相对较高的滚筒洗衣机 对于门的开启才有限制作用 而家中常用的波轮洗衣机上带有的儿童锁 对洗衣机门的开启却并无限制作用 洗衣机儿童锁只能锁住程序不被破坏 却不能锁住孩子的安全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洗衣机的儿童锁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家长的精心贪护才是孩子最好的童锁 在很多家长看来 只要再用完洗衣机将电源断开 就算孩子爬进去玩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王主任却提醒我们 洗衣机给孩子带来的危险 绝不仅仅局限在通电的情况下 在他接诊的案例中 虽然有很多孩子只是被卡在了洗衣机中 并未发生生命危险 但是同样会给孩子的身体带来伤害 就在十月份 安徽省一名男孩因为贪玩 爬进了自家的洗衣机里 不想却卡在洗衣机里无法脱身 小男孩曲起的小腿脚掌和膝盖顶死在甩干筒内 消防战士决定对洗衣机进行破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营救 最终甩干筒塑料壳被消防队员全部剪开 小男孩被成功救出 近年来类似洗衣机卡住儿童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 孩子一旦被长时间卡住 双腿或双脚就可能出现水肿 那么孩子就可能面临截肢的危险 而且如果经常将孩子放在洗衣机里 孩子会形成记忆 自己也会经常爬进洗衣机里 如果您在用完洗衣机没有拔下插头 那么孩子一旦碰到开关洗衣机转动起来 就很容易绞伤孩子 所以将孩子放入洗衣机的这种做法 不但不会保护孩子 还极有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在此也要提醒家长们 这种做法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千万不要对孩子做这种危险举动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不堪设想 在和王主任的交流中 他还提到 在他平时接诊过的孩子中 有很多是吞噬了不明物体 有的是意外磕伤碰伤 还有很多儿童 是不小心被家用电器所烫伤的 类似这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常常让家长们胆战心惊 那么在我们的家里 不经意间又被孩子们埋下了多少安全隐患呢 我们又该怎么预防这些危险的发生呢 看似安全的家里 为何在专家的眼中却处处存在危险 孩子的安全我们到底该如何保证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儿童锁能锁住安全吗 你这个平时这个水壶是在地上搁着吗 是因为我平常觉得 这搁在这块呢 喝水呀做得比较方便 所以有时候就只能给它搁在地下 这一定要注意 因为小孩啊 他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所以经常好奇心也比较强的时候 水什么都会去碰 包括这个热水 你比如咱们可能知道这个大人 有时候是温度比较高才能烫伤 但是小的孩子可不一定 有时候温度比较低 六七十度就会被他造成伤害 他比如看见冒气啊 甚至有时候会出响声啊 就会好奇去碰去摸 这样就可能会甚至跑的时候会踢翻 踢翻这水就可能溅到身上 就可能会烫着孩子 再一个就是这个热水机 这饮水机 但饮水机现在用的挺多的 但是最常用的还是咱们家这种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除凉水的 一个除热水的 这个高度小孩完全可以够大 这个温度是九十多度 完全可以烫着孩子 你比如说再小的孩子再矮一点 如果这个除热水可能灌到脖子里边 从上到下就会很危险 所以这个东西平时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当然也可以改用现在比较新鲜 新式的那种饮水机 有一种饮水机不是直接出热水 是现烧的那种 那个也挺好 在王主任的提醒下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某卖场中 家电专卖区 发现的确有很多家电都带有儿童锁这个功能 而且此功能也成为了不少产品的卖点 那么这些儿童锁又能否锁住安全呢 我们也特意找到了几位产品销售员 决定让他们来为我们进行一下实际演示 咱们这块电水瓶呢 它有很大的优势 首先呢 咱们这个烧水的过程中 然后呢 小孩手外边摸着这个外壁呢 它防止烫着小孩 烫伤小孩 它外边不会很烫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抽水的时候 它有一个儿童锁 必须摁解锁 然后才能出水 然后呢 它摁任意一个键 都是出不了水的 摁解锁 然后以后才能出水 这个呢比较安全对孩子来说 这款呢也是 这也是最新款的 也是目前来讲 也是防止 也带儿童锁 防止小孩烫伤的 第一呢 它也有一个儿童防烫锁 也是可以防止小孩烫伤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需要取水的时候 如果不摁这个铜锁 你看我摁 所有的键都是空白的 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都是不出水的 然后当我需要取水的时候 比如说大人需要喝水 点一下铜锁 然后再点一下别的键 才可以出水 这样的话 出水又快 又不循环加热了 比如说你看出水 特别的快 只需要几秒钟 就可以烧开水 然后您不喝了的时候 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说平时小孩子用的 就是说他随便按 都不会出水 这样安全气数要更高一些 我们发现 销售员所演示的 这几款家电上的儿童锁 的确能对儿童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可以有效锁定操作面板 从而避免发生意外 可是家里还有很多电器 并没有儿童锁这个功能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预防这些危险呢 别急 王主任也给我们支了一个妙招 你看见过这个东西吗 我在好像市场没有见到这个东西 咱们开的时候就可以扣这个 这就可以拿掉 但是小孩子呢 他因为没这方面的经验 他可能就拿不掉 就开不开 这样就比较安全 其实咱家里还有很多这种电器 就是这个插座 咱们这个插座 平常用的很多 你看这个直接就可以看到里边的金属丝 所以小孩的时候手比较小 有可能会插进去 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 他可能会拿着别的导电的一些 比如尖锐的东西往里处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变得 所以这种东西呢 家里用的时候 一个可以买那种安全开关 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买点这些 就是网上就可以买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扣上 这两个箱子 这个也扣上 这样就 小孩就拿不掉了 咱们都拿不掉 这位专用的工具 你把这工具插上以后 才可以把它拿掉 包括这个你看 钻一圈就可以拿掉 这样就比较方便 也就比较安全 通过王主任入户讲解 让我们了解到 在众多带有儿童所的电器中 有些童所对孩子的安全来说 几乎是形同虚设 而有些 则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王主任也提醒我们 就算家中的电器 没有自带安全通锁 我们也可以自己在网上 或商店中 购买一些这样便利的儿童所 安装在自家电器上 这种通锁方便又实用 但是 无论是否有这些通锁装置 儿童安全 还是更要依靠家长的精心看护 2013年11月10日 广西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平村 一建筑工地 工人张师傅的脚被升降机卡住 无法动弹 接到报警后 广西柳州柳北中队的消防队员 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消防队员到现场后发现 张师傅左脚脚踝被卡在七楼的升降架 与升降机之间的缝隙里 距地面有20多米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消防队员立即成立破拆小组 利用液压扩张前等破拆工具 对卡住张师傅教会的钢架进行苦劳 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 张师傅终于被解救出来 消防提示 工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多加留意 一旦出现此类情况 应及时向消防部门求助 消防部门求助